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進講這些講那些期待已久 終止吳斯苑會長 回來我們這個頻道 多謝會長 多少人說什麼時候再見到 詩苑會長繼續說 我們就幫大家稍微回憶 我們上次由會長 由入兆市第一次做導演 廉政風暴七八萬大劫案 到挪維那裏捧龍了成龍 已經五集了 其實詩苑會長的電影人生 再五集都說不完 但是我們承接上次 會長 因為成龍熊是你捧去的 就是把功夫動作家喜劇 但是功夫動作喜劇之前 因為李小龍的世世於說 那幾年全部都是打仔做主角 那你未發掘成龍這個優點之前 其實你都拍了很多這種動作片 算不算呢 因為我拍了梁小龍的動作片 是 尤其是李小龍過了身 很多很多就是替身李小龍出現 呂小龍 呂小龍 呂小龍很多個 但是有一個是大家最公認似的 就是何忠道 何忠道是台灣人來的 我之前已經見過他拍一兩部 李小龍的電影 拍的水準很差 但是居然外埠都很受歡迎 是 那時李小龍熱 是 那時我的老闆恆生電影公司 他們請了何忠道來 他們是台灣人 用熱談 恆生電影是台灣公司來的 沒錯 因為我們知道恆生銀行 對 以為恆生銀行 是台灣在香港成立的公司 是 老闆是台灣人過來的 是 那麼 何忠道 就是 他們說 包給我拍 我想下來 我說 不如拍一部李小龍傳奇 全部包完了 是 那時李小龍熱 所以我們看了很多李小龍的資料 還有我和小麒麟很熟 小麒麟是李小龍最老友的 是的 所以 再說遠一點 我講出來可能沒有人相信 第一個找李小龍派的是我 是劉亮華 不是 因為 也不是 因為 李小龍和小麒麟是很老友的 小麒麟當時在做武術指導 我副導演 經常說起李小龍 怎樣聰明 我略有所問 小麒麟跟他那時是通訊的 不是打電話 電話太貴 沒錯 寫信 我說 他這麼有本事 問他我們一起合作電影 行不行 他寫信給他 李小龍有回信 我還記得 小麒麟給我看 那些中文字寫得很差很差 是 是 說有得談 後來 因為 那時候 人未言興 又沒有資金 只有一個講詞 最後不了了之 所以我後來回想 小麒麟過了身 如果不過了 他知道 第一個 找李小龍拍電影的是我 那年後才是 李小龍 即是他去了美國之後 第一個找他回來拍電影 還有還有一件事 找李小龍的兒子拍電影 第一個也是我 這個也是我 我那時候在路產機 我拍一些西片 我就約了他太太 Linda Linda 那時候Linda已經有個 男朋友 是律師來的 他們兩個一起來 Hollywood的Hollywood Hollywood來見我 我和我的美國製片 一起和他談 那時候他的兒子 我打算利用李小龍的名字 他的兒子 就算不懂功夫 我們都可以 統起他的 包裝到 可以怎樣 有個方法 他太太說 他都很想 不過呢 他中學 還有一年才畢業 他說 不如等他讀 中學再談 之後當然 沒有再繼續下去 十五年分 雙倍 他們都截了戶 找了他拍 所以我說第一個也是我 我經常想想 這個緣分差一點 擦身而過 有些成功 有些不成功 說回何忠道 李小龍傳奇 這部電影 做了很多研究 聽說 會長你最有資格 關於李小龍電影 這部電影是拍得最好的 其實拍過很多李小龍紀錄片 那些假龍片 叫做 找些人做替身李小龍 這部就是叫做 最有誠意 就是拍得很足 這個故事 就是把李小龍的事跡 拍得很足 是啊 裡面呢 有很多是真的 有很多是自己寫出來的 當然 故事呢 不過呢 有幾樣東西我可以說的 第一 我這部戲呢 由香港出發 去回泰國 去拍唐山大興的冰廠 北沖的位置 一路呢 又去歐洲 意大利 我那時候呢 假設 是意大利黑手蕩 要跟他打 所以在個機場 拍的機場打鬥 還有呢 就是去回美國 他生活過的軌跡 然後去那裡 所以我這部戲 下了很多功夫 有幾樣東西 我要講講的 他在紐約的戲 即是他有一場戲 是要跟對手打的 那我知道哪個地方呢 就是紐約 Madison Garden Square 最出名的 大迪順花園廣場 大到不得了的 那 沒得被你拍的 那我 想盡辦法 是 怎樣呢 我知道那裡 又不知道 比賽搏擊那些東西 那我全組人呢 就全部買了飛 我們拿個攝影機呢 就拿件衣服包著 Handhill RV很小而已 還有呢 還有呢 彩色菲林不夠感光 我們去買 黑白菲林 黑白菲林 黑白菲林的感光度 大很多 是 黑白菲林一卷一卷 買了帶進去 啊 偷拍 哇 整場的氣氛啊 嗯 嗯 那就是這些是 那中間那個呢 兩個人 一個好像穿紅衣 一個穿白衣 我回來之後呢 就用黑布警 不補回 補回 近鏡打 那一個穿紅衣 一個穿黃衣 一個穿白衣 哇 一摺下來 天衣無服 但是那個氣氛呢 是 就是沒有得頂的 就是真氣氛 那時候有一部台灣 也是拍那些李宗 在一個片廠 片廠那裏搭那些東西 全台灣掛勻了 那些美國佬 外國人 都擺滿 一百幾十個 就是氣氛 我那裏 不知道多少萬人 那些氣氛 那時候我年輕的時候 就是 很有創意 很有仔 還有那裏說 在紐約 我要拍夜景 那你如果租一個直升機 就很貴的 那我一看 紐約晚上 有night tour 不知道 十五元 旅遊那些 tour 是啊 十五元 二十元一張票 有個直升機 可以坐三四個人 那便兜紐約一圈 那西圈便宜些 大圈便宜些 那我們當然要大圈 都很便宜的 那我攝影師 還找副導演 三個上了飛機 那麼 打開機 有航拍啊 那些美國機師呢 見到你拍很開心 不同 有些人罵你 不拍得 他很開心 平常那些 就是旅客來的 很悶的 我見我們拍電影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去到時候 神像 很接近 很危險 不拍不拍 他很開心 那我們發幾十元美金 就拍了個全夜景 韓拍 真是 我說 我講這個意思 要想辦法 既有這個 效果出來 又可以省到製作費 即是 有時明明一定是多錢 才能拍到好東西 沒有錢又要想辦法 找些 找些 但如果現在導演去拍 一定說 我要製作一架直升機 我要申請 現在韓拍很簡單的了 絕像就這樣了 現在就沒有演示那麼難了 那 但是這個 何忠道 後來 即是你 這麼有慰眼 找了 成龍 捧紅 何忠道 因為他不夠喜感 和不是你的人 後來是怎樣呢 何忠道 他呢 第一 我叫他看很多李小龍片 他扮出來都有點像 但是何忠道呢 是讀過一下書 他長期 每個人都要他做李小龍 他心裡有些怨見和抵觸的 所以後來呢 就不了了之 他後面沒有拍 其實如果再跑重海 他拍多很多部 我很明白他的 那 就是我都盡量 我說你做得 你就一定要做好 他拍我的時候都很用 很用 導演 剛才你說這部電影都扔了很多成本 你走了很多個地方 泰國 意大利 美國 其實那時候 是不是有這麼大的預算 去拍這些 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我們叫假龍片 也不算是什麼大製作 我拍的戲呢 是 看上去很大不值 其實呢 省到不得了 這個是我們獨立製片的一個 本事 沒錯 因為一些導演要學 不是只要什麼東西都要啊 真的 很多東西我動腦筋 省錢 或者偷拍 或者用自己的關去借地方 以及你就坐著震震腳 我要什麼要什麼 兩件事 所以那一部片 制片人 恆生方式已經賺到大錢 因為他這個片 後來又配了英文 全世界文 那些外國人分不清, 真理想和假 都很像的, 如果是鬼佬看都分不出來的 會長, 我們剛才吃午餐, 就有提到一個韓國明星, 黃正麗 我覺得, 因為我們五集、六集都說不完, 所以我想扯回來 黃正麗你好像在香港最近跟他見過面, 我們看這些功夫片, 黃正麗 黃正麗, 我們所謂很多打仔, 真的打仔, 是黃正麗 我在漢城, 親眼見到他一個打幾個, 幾多個我不記得 不是宇宙最強的那個 他真的能打, 我之所以要捧他, 因為我覺得他的品格不錯 當年我拍南拳北退, 在韓國 有一天跟那個勝利的製片有點煞氣 勝利的製片就命令, 所有韓國演員, crew 翌日不准開工, 給示威給我看 那天我就知道不能拍的, 誰知道呢 黃正麗來了, 坐在那裏, 準備等化妝 這個理性製片是韓國人來的 是的, 韓國製片在韓國電影界, 權大到不得了 因為配角以下那些, 全部製片主持, 導演不理 韓國有一條街, 站在那裏等機會 那製片就好像皇帝出巡, 那就走 你, 等你, 所以韓國製片不可以得罪 黃正麗居然那天來, 不聽他說, 來等化妝 我問他, 你不怕製片不給你, 以後不給機會 他說, 我跟你簽約, 你給錢我的, 所以我一定要授這個合約 我聽到很感動, 因為其他韓國人都是我給錢的 每個人都不來 我說, 你這樣打得, 你想不想去香港 那時候韓國出國很困難, 你申請passport很困難 他說, 好, 我跟你簽約, 簽個長期合約 我做你經理人, 我帶你去香港 那時候香港我知道, 動作片開始往事 是呀, 需要往事 因為很多大反派, 我們知道很多功夫人 功夫很厲害, 但他拍戲不少 黃正麗, 他跟成龍這麼多人拍的 那些人很喜歡跟他拍的 因為他的尺寸, 流到剛剛好 不會碰到你, 但力也有 所以做武俠片主角, 下巴很厲害 你的下巴就遷就他, 讓他發揮到 他就懂得遷就人, 而且他的出腳有力 黃正麗的腳法很漂亮 我可以說, 他前幾天來探望我 他到現在還可以逢不逢聲 哇, 幾多歲呀, 七十歲 七十九歲 哇, 七十九歲 哇 他現在在韓國拍戲, 或是無故 他現在是在跆拳道最高段 做了師傅級, 有名 中師 那些他給我看了很多照片 很多人要他簽名才可以升級 他是我找演員 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還有是知道感恩的演員 那你講一個非常好的演員 你又講一下非常不好的演員 因為我們眾所周知 有一個在香港叫做 因為你一手帶出來, 但是 鴻國後來也很謝 就是因為他一個非常不好的演員 叫做李懸霸 因為有一宗新聞 就是 師傅會長在台灣都被襲擊 都是因為李懸霸 是不是 本來就不想說 說了一點 因為我們做獨立製片 沒有大公司的資金 沒有大明星給你用 唯有自己去發掘 動腦筋 譬如成龍 是不賣座的演員 我都可以捧起他 成龍之後 我知道局勢變了 我一定要再找多一位來捧 我就跟袁徽導演 去洛杉磯去找人 看了十幾間武館 看了很多 誰知道沒有什麼合適 簽到一個羅富諾 羅富諾你簽回來嗎 王家師姐 所以我說很多新人到我省 基本可以 羅富諾 我本來是找男的 後來有個女的 你有沒有看我 順便看看 羅富諾身手很好 但是他更加聰明 他拿了一個手提劇式機 裡面有音樂的 然後他表演的時候 打開音樂 表演 連那個多折棍那些都認識 原來他在台灣學過 在大陸學過 嘩 都真的很厲害 那個年代 回大陸學功夫 男的找不到我 我先簽著女的 我就簽了他 是長期合約 但是第一個用呢 我給元灰 王家師姐 王家師姐 楊子琴 所以我在明報如刊都寫了一篇 因為楊子琴得獎 我說他應該很多謝元灰 因為他不懂武功 因為他不懂武功 楊灰跟我說 因為他懂得跳舞 我利用他的腳 他說我需要一個下巴 和他的對手 去給我借羅富諾 我說我第二個 我一定不借 我簽了養了年幾兩年 每個月給身水 給別人用 因為元灰和我的關係 他做導演是我補給的 沒有實質導演是我補給的 我有什麼困難 他馬上幫我 我說你 馬上拿去用 所以羅富諾和楊子琴 那部戲合作得非常好 都有後面的恩人在 有眼光 我覺得電影界應該是互相幫助 對 沒錯 不要互相興及 我又不喜歡 見你好又不開心 我們電影界有這些毛病 其實大家合作 有時你需要幫我 有時我幫你 這個是例子 說到 李元伯 不如先喝一口水 我們就來20分鐘 再回來說李元伯 李元伯 有保留 但是說事實 好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來說李元伯